阿婆,山東有個地方的阿膠很出名,叫做東什麼呢? 好主要東阿,是不是? 叫東阿,很多阿膠埋的地方嘛! 山東這個地方普通話讀阿,東阿,粵語讀阿,東阿 東阿出個阿膠,所以讀阿膠,不是讀阿膠 其實阿字的讀音很容易區分,如果放在姓氏,人名,或者稱為前面就讀阿 譬如阿婆,阿爸,阿媽,阿叔,阿嬸,阿王,阿陳,阿貓,阿狗,等等 這時候就讀阿,當讀阿是表示迎合的意思 譬如阿如奉聖,又或者用作山水彎曲的地方,山阿 也可以用作陰逆字,阿彌陀佛,又或者表示山東東阿這個地方 這時候就讀阿,山東東阿這個地名已經有2200多年歷史 屬於遼城市管轄鬼山東的西部 之所以叫做東阿,因為當地北有黃河,南有濟水,淵延東流 河曲形成了大陵,所以叫做阿 阿有兩個,一個是趙者,叫做西阿,齊者叫做東阿 這個就是東阿縣的地名由來 正所謂一塊阿膠,一座古城,這個就是東阿 不知道你有沒有吃過阿膠呢?有的話留言吧 我又問你,山東有個地方我怎麼擁抱 知道的話,留的言 阿婆,那江西魯表上搖市有個地方叫做什麼山呢? 那些縣山,很多人只要土要千山 是啊,可能受到普通話的影響 譬如說,圓筆很多人將它讀成千筆 圓球很多人將它讀成千球 是不是呢? 圓筆的圓字,普通話可以讀岩,也可以讀千 但是這個地方就一定是讀岩,岩山 粵語只有一個讀音就是讀圓,圓山 不要受普通話的影響讀成千 在這裡重點要說一下,當這個字普通話讀千的時候 是特指和金屬有關的東西,例如千筆 當這個字普通話讀岩的時候,是特指岩山 粵語讀圓山這個地方 圓山之所以叫做圓山 因為古時候有山產源而得名 圓山是一個人才背出的地方 數有隔河二宰相,百侶三狀元,一門狗盡時之稱 講到圓山,你又會想到什麼呢? 留言告訴我 江西魯表除了圓山這個地名很容易讀錯之外 還有一個地方都很容易讀錯 小眼看是不是以為讀之圓呢? 普通話讀烏圓仙,粵語讀暮圓圓 暮圓這個地方曾經劃分被安徽,現在屬於江西常遙市管轄 之所以叫做暮圓,是因為當地有一條河流叫做無水而得名 暮圓圓是全國擁有最多4A景區的一個圓 也有中國最美鄉村的美青 除了朱熙之外還有鐵路之乎,尖天游 武俠小說作家金庸等等的名人都是出自暮圓的 暮圓還是全國很出名的旅遊強縣 不知道你有沒有去過江西魯表這個地方呢? 有個留言分享介紹一下 潮州有個謝林鎮,高邀有條波謝村 江西魯表有叫謝林湖,河南也有個謝城 不過這個謝字就很多人將它誤讀成託字了 你是託託,有託謝的 沒錯,穆字旁加一個石字,這個字普通話讀座,粵語讀謝 和甘謝的謝字古時候是相通的 謝林縣亦都叫做謝林水庫 位於江西九江市永修縣和牟尼縣之間 因為位於廬山之西,又被稱爲廬山西海 被譽為江西的千島湖 和杭州西湖差得不是很遠的 風景如畫,一樣是這麼漂亮的 又說山東,山東有個地方叫做林什麼呢? 林狗?林巨?不是 是不是很多人會將它讀成林狗呢? 粵字旁加一個居字,普通話讀廉柱 粵語讀林渠,和坑渠的渠字是同音 渠原本是自己種肝肉,所以有粵字旁 粵即是肉,渠字也可以用作古地名 林渠縣為山東的維芳市 在革命老區已經有二千多年歷史 因為東林渠山而得名 林渠縣的旅業是非常出名的 有書畫之鄉,中國觀賞石之鄉的尾稱 當地的旗石、雕塑、紅木工藝品都是很出名的 那你又去過山東、林渠這個地方沒有呢? 如果去過的話,留言介紹一下 這個地方是湖南管轄的縣級市 普通話讀黎、黎陽市 粵語讀淚、淚陽市 和眼淚的淚字是同音 淚字是指古時候用的農具 淚陽這個地名由來是因為神龍創造的淚而得名 相傳神龍發明了淚字 他住的那條河就叫做淚水 所以淚水、淚陽都是以古農具的淚字來命名 都是源於神龍所創的淚 講到淚陽影真巴斃 曾經連續五年都是湖南省會 曾經是幸陽深州爭崩頭的對象 而現在淚陽是湖南最富裕的元級市 亦都是人口最多的一個元級市 講到淚陽你又會想起什麼呢? 淚陽最多的又是什麼呢? 很多粥啊 這些粥是自尊名的了 浙江有的地方叫做豬什麼呢? 這個字是否覺得很熟悉呢? 豬契呢?有間大學那裡是契南大學 沒錯了 這個地方普通話讀豬、豬、契 粵語讀豬、契 和契契的契字是同音 亦都有人讀基 譬如說 基南大學也都有人讀基南大學 基字是會議字 看回字形 上面的基是表示完成的意思 下面的旦字是表示 太陽初升起的意思 兩個字合在一起是指 已經形成了 所以有到及至的意思 譬如說 豬契這個地方是位於浙江 由紹興代管的元級市 之所以叫做豬契 話說當年大嶼治水之後 在豬契這個地方開了表彰大會 大嶼就說 豬者多也、契者多也 自此以後 豬契這個地名就是這樣流傳開來 不過也都有人說 豬契這個地名是源於戰國的豬侯 即是豬侯和契水的結合 又有人說 豬契這個地名是源於南北朝的一個官職 豬契司馬 不過無論如何都好 豬契這個地名已經用了四千多年都沒有改過 最出名的是什麼呢 不是豬 是珍珠多 五金多 物多 身價四千五百五十幾億的中國首富 中閃閃就是豬契人 記得 人家的名字是讀中閃閃 不是中炎炎 最後一個 河南這個地方你是讀長什麼呢 長坦還是長行 這個地名普通話讀長圓 不出長環 粵語讀長緩 不是長緣 有位女明星叫做新緩結衣 不是新坦結衣 更加就不是新恆結衣 太微緩、紫微緩都是用這個緩的 緩字的本意是指矮的長 引心為城池或者是官署的代稱 因為它是長 所以有保護的意思 長緩市是河南的元級市 由新鄉市來代管 講到長緩市 什麼最多呢 沒錯 廚師最多 有中國四大廚師之鄉之一的美稱 也是機械名城 之所以叫做長緩 因為在戰國時候之首緩一而得名 這個就是長緩市了 關於容易讀錯的地名 今期暫時和大家分享了這麼多 到最後總結上一期的答案 旁字拆開又怎樣讀呢 直窄 即是好像有一些坑 逐到坑路直窄直窄 沒錯 就是讀直窄 即是表示鞋聲的意思 譬如說一些皮鞋 一些割割鞋行路直窄直窄直窄 如果拖鞋聲就叫做踢踏聲 你家鄉有沒有這個說法呢 今期的問題是 看圖說話 猜一句成語 你又想起哪句成語呢 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